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二案 扁案時代力量黨團 建請決議邀請行政院院長 以扁週五2016年4月22日 就兩案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進行專案報告並被質詢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 有建於肯亞、巴拿馬、馬來西亞等域外 詐騙案件偵辦過程中 面對兩案共同打擊犯罪陷入困境 人員或捐身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強行帶走 癱瘓我國司法主權和犯罪侦查 兩案簽訂之海峽兩案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顯然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為此建請行政院院長 於本週五2016年4月22日 副院會就兩案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進行專案報告並被質詢 由各黨團代表 民進黨黨團四人 國民黨團三人 親民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各兩人 進行尋答是否有蕩 請公決案宣讀完畢 報告委員會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 遇有重要事項發生 立法委員提議今院會議決 得邀請行政院院長向北院院院會提出報告 並被質詢 現在請提案人 時代力量黨團代表 徐委員有名說明提案 只去說明時間五分鐘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司法管轄權兩岸打擊犯罪等事項已有相當的協議 但是面對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目前陷入困境 導致在最近的案件中 人員或捐贈被強行帶走 不僅貪犯我國司法主權和犯罪偵查 造成台灣司法輕重詐騙集團的錯誤形象 更造成台灣人民對台灣司法的惡感 甚至認為中國的司法系統 才是較能捍衛正義的錯覺 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09年4月26日簽訂 並於同年6月25日生肖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自生肖以來至今 請求中國當局協助通緝 犯捕遣返 犯罪情資交換 司法文書送達 調查取證 罪犯接送 人身自由受限制等通報項目 我方的請求在中國當局的回復率甚低 如在犯罪情資交換一項 我方請求4061件訴中 僅回復1357件 達成度不及三分之一 同項 中方請求1346件 我方回復為1090件 調查取證部分 我方請求的1,121件中 也僅回復688件 同項中 中方請求的591件中 我方回復為541件 兩岸在共打上面的不平衡現象是非常清楚的 如此不具保障我國國民人身安全之協議 在審查過程中 即有公民團體要求 建立無例外的人身安全通報機制 保障家屬探視權 我方官員探視權 委任律師權 保障律師在場權 這些在目前 我方派出代表團 附中探視肯亞嫌犯 都發生具體的困難 所以據以上事項 必須正式納入協議文件等訴求 切莫以記者會草率行事 結果我政府無視公民社會 對兩岸協議的監督要求 最後仍以寒宋立法院被查 而非審查刑事為之 今日事件無疑是兩岸協議被查的後遺症 所以本黨團希望 張院長能到立法院報告 針對兩岸共打 在未來在目前實施上 所遇到的困難 在未來必須補充上面 進行實質的討論跟報告 更重要的是 在過去委員會的詢答過程中 我們發現 張院長所領導的各部會 其實立場態度是相矛盾的 甚至有所謂通知對岸 將台灣的嫌犯抓回中國這樣的疑雲 甚至有部長直接發新聞稿 來博施立委的現象 在這些亂象之中都凸顯了 跨部會協調的重要性 而張院長在上個週末 也召集了跨部會協調 我們也派出了代表團到中方那邊 去探視我們的遭拘捕的嫌犯公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張院長實在有必要到院會來討論 甚至報告目前整個 不論是肯亞或馬來西亞案件 目前進行的狀況 跟中方協調談判的情況 甚至更進一步的 在未來如何爭取更多的合作 司法之間的合作 爭取台灣司法正義的擴張 在這些情況之下 院長實在有必要來這個 所以根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第十二條 人道探視中載明 雙方同意即時通報對方人員被限制 人身自由 非病時或可疑為非病時等重要訊息 並以己方規定為家屬 探視提供便利 這是已經明定的權利 但是目前操作的情況是 必須派出代表團 甚至沒辦法直接見到 我方人員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必須在對方的善意之下 才能達成這些效果 所以基於以上理由 時代力量黨團在此提出動議 要求行政院長於本週 好 那麼現在有時代力量黨團提議 本案進戶二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好沒有意義 那麼本案我們就進戶二讀 那麼現在有國民黨黨團提議 本案交互黨團協商 所以我們做以下之決議 本案交互黨團協商 並由時代力量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好 那麼我們進行